二十四小孩就看过耶 但他也是家里很苦耶 他很 了不起 了不起 必然无量再夸你了 了不起 他有空的话就会来佛堂 按赞 按赞 所以就是真是有福气啊 有福气啊 所以能够踏进来 就是第一步了 后面就要靠自己的那个坚定 道心一定要坚定 不要担心 来 苏貞 来吧 福化 大家福化 来 坐下 大家好 听你 我叫苏貞 其实 修行 是每分每秒 每时 每刻 都在修行 其实 到现在已经跟母娘走了二十 第二十一个年头 还在考验 然后 上 上个礼拜 我哥哥就说 我姿子 我妈妈已经过是四年了 那 我姿子就说想要跟阿公讲话 那就到了另外一个道场 然后我以为他是会附身 结果去的时候不是 他是服软 就是用那个椅子去写字这样子 那我在那边 他光起架 就起了一个多小时候 我都在那边一直打嗝 我都想要起来的 这是我起来的 我说这是人家的地盘 尊重人家 其实我在外面一直打嗝 你知道吗 我想那天是考验耐性 所以我就耐着性子 我想说到底是怎样见到亲了 这样 磨了快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之后 说什么谁 先扶还是什么 受伤 没有办法上来 那个住持又帮他治疗 治疗好了 又再等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然后才说 来了 他来了 我们又不能靠近 还没有完全上 又叫我们先在外面等 等到完全真的可以进去的 才进去到那里看他胡乱 那刚开始呢 写名字 也写不出个所以来啦 因为他们说叫我们不要说名字 他会写出名字 那这个都是过程 然后最后啊 我就问了一句话 我就问说 我们当下都是过程 我也没有说是与非 就是看 然后我就说 那爸爸你过得好不好 然后因为他现在要改庙 然后他就开始在写 然后旁边服软的人 就一直看着墙壁上 那个什么柱啊 什么柱的 就看了一个 我就想说 为什么他要回头看 我说我爸爸要去那里休息 然后要认一根柱子 才可以去那里休息 那根柱子呢 多少钱知道吗 七十万 哦 真没那么多 七十万 不是七万 七十万 百万 快将近百万 两根柱子一百五十万 百万一根七十万 然后才可以去那里休息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爸爸难道我做的功德 你都没有收到吗 因为他说他在地府 地始定 然后他就说没有收到 那给我心里面就 就蹬了 恰了一下 那当下呢 后来就这样子 我们就说 那我们回去讨论 我哥哥说 因为我大哥也没去 要回去讨论 要不要 因为我大哥也没有固定心血了嘛 坐脓了 所以钱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跟他说 那我们回去讨论完 如果要 再来办 这样子 那在回家的路上 我也没有说 对 错 因为我不想要造成说 我去毁谤神秘 或者是毁谤那个道场 因为我哥哥姓那里 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那至于是与非 他自己心里应该有界定 那也有让他可以 幸福的地方 所以他才会去 我就不说 后来我哥哥就问我说 那不然回去 我们的祖堂那里 跟爸爸宝贵 硬杯 看看爸爸 要不要去那里休息 这样 还是要跟着我 在我这边休息 然后他就问我 意思怎么样 我说 我跟我哥哥说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 在我心里 有很多很多的疑惑 可是我不去问 对与错 我只在乎的是 我做我现在的 该做的事情 修自己的心 修自己的心 然后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至于呢 爸爸要去哪里 我说我感觉 我只是 我一直感觉 因为爸爸也托梦给我嘛 我说我都感觉到我爸爸是跟着我在修 我就这样子跟他讲 然后后来我辞职啊 他又很担心阿公 因为他说在地府第十殿啊 那是受苦 我说如果是受苦 怎么会上来跟我们托梦呢 那托梦应该是托不好了 怎么会托好的呢 我在那个庙里面的时候 我有跟爸爸说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请你托梦给我 我就跟爸爸这样讲 然后我姊子又回去跟我爸爸应杯 他又从高雄回来跟阿公应杯 我哥哥就说 他是我去问 问我爸爸 要跟着我修呢 还是要去到那边 然后再跟他谈价钱 谈低一点这样子 叫我去讲 我就跟我妈妈讲一句 我不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今天如果讲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要去扛这个罪 好与坏 我都要扛 好的时候没有说有好债是负责 不好的时候全部赖在我身上 甚至危害到我们元通宝堂 甚至危害到公共 我跟妈妈讲 我说我不做这种事 妈妈说对 你想的也对 我说所以我都不说 那我也不做 所以我觉得这几天 我自己 其实那两天 我只有把这些事情 放了两天在心里 我就把它丢掉了 爸爸是好是坏 其实在我们的心念 我只有尽力在做功德 这个又是在佛堂的一个二十几年的修行者 给我的考验 你真的艰辛信佛了吗? 相信佛菩萨的存在了吗? 我今天早上就悟到一个很深的道理 所以我今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就有一个念头 爸爸那件事情是给我考验 我是不是相信佛堂这里 我所做的一切 我都相信佛菩萨 因为有太多的见证了 我反目我自己 有那么多的见证 你还要疑惑吗? 你还要怀疑吗? 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你要去动摇吗? 你看这个考验有多大 那相对的 我自己在反思 我有没有动摇 我想我没有动摇 如果我有动摇 我今天就不会来了 我也今天不会再为爸爸办一场真名火法会 我不管今天爸爸是在天上 还是在地 可是我做我女儿 可以做到的 我经我女儿 可以尽到的 今天在这里奉献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回归到爸爸身上 希望自己的父母亲就能够进一步 走一条好了的路 虽然我们人生的路没有很长 可是我们都希望得个好死 得个好了 所以你看 走了那么久 还会有考验 更何况是钱财的考验 所以人家刚刚讲 他女儿的事情 花了钱 消灾 那你如果一个修佛的心 你因为这样子动摇了之后 你整个道就毁了 损失最大的是自己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不管今天什么事情 我选择跟随母娘二十几年来 我只想曾经发生过的好的见证 跟不可思议的见证 让我继续往前走 而不要用不好的念 来影响自己 绊住自己往前行的道路 不是要把这些石头 变成你的阶梯 你向上爬的阶梯 而不是阻挡你前进的阶梯 前进走的踏脚石 要变成踏脚石 所以我最近佛佛的状况 我想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定 可是在我自己 我觉得 不管今天母娘变成这样 她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好 最完美的那一面的母娘 对 真的 谢谢 或许小慧给我们的考验很大 我们没有清理 没有办法感受 那常常跟随在旁边的人 是感受最深的 可是我想 就是因为你们的日子 已经极极可危了 所以要让你更坚信这条路 在你要走的那一刻 你可以很快没有被外境所干扰 而掉下床 更不要为了自己的思心思念 不管今天你年纪多大 你都可以走 你都可以行 因为你的心 完全是为我 为佛在做事 你不是为自己的利益 因为有功德 才去做 我想 我们最近的考题 所以我今天早上 我又去种树 去挖 去跟了一群五六十个人 去一个佛寺种树 我想 为什么这些人 怎么那么傻 又去那边 搬的要死 要活的 搬石头 他为的是什么 那个心灵的凝聚力量 今天不是因为有所能 才来 而是那一个向心力 我们最近在考向心力 如果我们向心力不够的时候 很快的就被击垮 可是如果我们坚信的时候 任何的摩当 什么当 它是打不垮 我最近也体验到 我一下子就忘记事情的感受 我不会骗你 真的 我最近喔 就是要想 要讲谁的名字 我突然空了 我想不起来 我要停了一会儿之后 我才会想起来 可能过了 本来要跟这个人讲什么事 可是我当下真的空了 我想不起来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想起来 所以这不是母娘的现象 是我们大家共业的现象 只是我们还不自觉 可是我最近就感觉很平凡 连我都感觉我妈妈也有这种现象 这在真的在考验我们的艰辛 当你艰辛的时候 所有的主人都可以走过去 因为时间不等了 我们都上了年纪 我也上了年纪了 开始老花了 化了一句 你也贏得太那个了 真的啊 真的 我们看到二十几年 我真的都上了年纪了 那我的无偿什么时候未来 我真的不晓得 不是装老人的 是装无偿 你不知道你的无偿何时未来 我们的朋友就在讲 我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在活 我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在为身边的人做服务 你就没有怨言了 真的 你就不会有怨言 你也不会抱怨说 我为什么那么倒霉 都是我 你有没有想 都是你 得到的最多的也都是你 不是你最倒霉 是你可以得到更多 在创造机会给你得到更多 因为你后面还有更多人需要 所以 我们不是当事者 没有办法体谅 体解那个心 那一份心 我只有替你们加油打气 然后默默的祝福 真的 每天就只有默默的祝福 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牌在后面 让我能够安稳的这样子继续走 我就很感恩他了 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牌拿掉 可是我慢慢的在感化这一张牌 最起码 我也每次讲到 就两个就吵起来 只要讲其他的事情都好好的 讲到佛堂就开始吵 没有办法沟通 可是现在已经慢慢的可以沟通 好像讲的纖纖 那一张大王牌 现在慢慢的可以做沟通了 所以用不同的方式得到体悟 用不同的经验来换取自己的智慧 但是菩萨给你安排了 有个公务人员的靠山 是啊 他是没有错啊 他现在又要转行了 他不准备要转行了 准备要跳到清洁队的驾驶 那还是公务人员啊 那比较没有压力 对啊 你看菩萨安排 其实菩萨都 他也问我 诶 讲到这个更妙了 我要分享 那天啊 他们主管硬逼着他要决定 因为主管要派新人 如果他到明年才做决定 新人没有 没有新人可以派了 没有人可以支援 人手会不足 所以他们主管就说 你明天一定要给我答案 他当天气氛就很不好 他就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气死了 然后他就说 我说怎样 他就说我们主管叫我马上做决定 然后我说啊你怎么说 他就说啊我 我还在考虑啊 那是明年的事情 为什么要叫我那么早做决定 然后又跟他主管讲 他去问普卦的事情 普卦的事情就有跟他分析啊 我说啊你干嘛跟人家讲普卦的事情 人家哪会了解 我就跟他讲要不要 或者是等待我考虑时间啊 怎么要有时间考虑啊 然后后来他就被我骂了一顿 他眼睛睛喔 就被我骂了一顿 然后晚上我就说 你跟主管约 晚上我们跟他一起谈 请他分析给我们听 我就叫他约主管 请主管做分析给我们听 是在邮局好还是到清洁队好 好晚上我就配着他去喔 主管就说如果你是二三十岁 我会建议你在邮局 因为那个攀爬的时间 还有很长时间可以爬到主管的位置 可是你现在年纪已经四十几块五十了 你要爬的速度 你也没有办法追上别人 他建议他去到清洁队 我说好 那要去之前呢 因为要做决定啊 主管跟他讲 然后他没有得问了 我就跟他讲一句 我说家里有菩萨 你都不问 然后你都到处去问 就希望别人给你答案 因为那天活友跟我讲 不做决定嘛 然后我就说 他说要怎么问啊 他就 我说那你去把杯啊 他说你又没有杯 我就拿十块钱的啊 就过香辱过一过 然后就在那边印了两个 那个钱币呢 就滚到那个 我们的主管底下去了 我就 还没杯 如果他在把 不是杯 我就没打嗝 如果印杯 我还没看到我就打嗝了 然后我就在旁边打嗝 我说 印杯太慢了 我就说 诶 我就打嗝嘛 然后我说是印杯吗 他说是 我说你看吧 你就跟菩萨讲说 求菩萨 借我的身 用打嗝回护你就好了嘛 不然能打一把 碑又跑到桌子里下去了 又见不到了 要怎么打 要跑到什么时候 因为剩没几分钟 就要去跟主管跪谈了 然后我就说 他就很老实了 跪在佛前哦 求菩萨 让淑贞打嗝 他们哪边比较多嗝 这样子 然后肉絮比较多嗝 还是金钱队比较多嗝 我就说 你看我没有动念 我也没有这样 我是打嗝 不是我自己打的 是菩萨帮我打的啊 他也知道 我说你看啊 你就不信你老婆 你就当初 你身边有这么好的工具 你不会用 就被我说了一顿 然后 诶 他信服了 因为菩萨说 清洁队的者多了一个 我说啊多了一个 那你自己做决定 我也不做决定 我说我也不帮你做决定哦 因为到时候你决定了 你不好 你又怪我 我说是打嗝 替你的哦 然后 他自己心里有力的人 然后就去跟那个主管聊 主管不用分析给他听 还是觉得他到清洁队比较好 所以他现在呢 因为要跳脱也会有恐惧感 因为大车 因为好久 只有考照的时候 考过一次 开过一次 就没有再开过那么大的车了 所以他也会恐惧 就找管道 菩萨就暗中哦 安排 叫他去哪里 去问谁 然后帮他安排好 可以请人家来教他 体验一下那个感觉 我觉得 当你的心想走的时候 菩萨是很多的巧安排 在无形当中 只是我们人没有去察觉 可是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你会察觉到说 啊 这些人都是你的善知识 都是你的菩萨 他们都来帮助你 不是来阻碍你 所以心存正念的时候 其实走出去都是正的 即使是发生不好的事情 你也把它想成是好的 那就会变成是好的 与此跟大家共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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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各位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你好 我叫悟典齁 这个朋友 没有人看过我的脸 还叫得出我的名字 今天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就是我们在救大当中 会有一定的压力 不管你是什么 不要说纯修生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 会有一定的压力 当你压力快要受不了的时候 他们就会坦胎 你就忍过那个压力以后 你的压力 你的压力 不是所谓的卡 是什么 我们不是要练功夫吗 以后要助人吗 那你一定要练功夫啊 那你功夫没有练好 那是不是要在闭关 继续练练 练到你的功夫一定的程度了 以后你才可以去救世 要不然你功夫 三角尿的功夫就要去救人 你不要 不要睡在大架 就好才想救人 所以我觉得 菩萨都会巧安排说 你肯不肯去接受菩萨的安排 母娘的线都帮你签好了 那这条线你到底要不要拉 那这个鞋面啊 要不要拉 我考虑一下 有个机会 那个线有时候是什么 稍重即逝 那为什么叫时机 那就一定时间而已 那个时间你没有把线抓住 那就不见了 我常常问我说 怎么时候结婚 我说 你要结婚的时候呢 今天结婚的对象 跟明天结婚 决定结婚的对象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决定的当下 会影响很多事情 所以 那个时机什么时候产生 都是把握在自己手里面 那你母娘跟我们路 真的都是已经铺好了 为什么我们就 需要做那么多的 外面来的一些什么 人家来跟你说 问什么 问一大堆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我在从业当中 我有两百个客户 对不对 一个客户 问我一个问题 我就会两百个问题 我会解两百个答案 每个答案都解了 然后说 你好厉害喔 其实不是我很厉害 现在两百个老师 跟我答案 你一个人而已 有两百人对付你一个 很容易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修道需要什么 需要同伴 原冬宝囊的好处就是 有同伴可以问 对不对 就像我们现在在读书的时候 十个人 一个人 读一本书 那合起来 一个人等于读十本书 所以 欢迎各位 到这原冬宝囊 原冬宝囊就是一个 开放不失的地方 就是可以 你只要来 没有不给的 只怕你不带走 就是这样子 多少 你喜欢搬多少 随便你搬 但是有一个条件 搬了以后 千万不要尝尸 这个东西很奇妙 就像那个电 如果你尝着不用 那个电池 自己就会没有电 如果你电池 常常去用它的时候 那电池可能用长久一点 那电池如果久了不用 让那什么 那那个 这边有汽车专家 那电瓶一坏掉 怎么就坏掉了 所以呢 来这边 别的东西回去 给大家分享 最近我也都在 因为 俗诚那个现象 我五年前就有了 来 喂喂喂 我刚才写他怎样多 再看一下 原来他怎样多 他跟我讲什么事 然后写起来 最近 已经什么 差不多都忘光了 因为 我现在一个学期 大概有三十百个学生 天哪 我怎么记啊 然后我用代号 我用代号 代号哪记 这个在邮寄工作 然后他跟什么 他去维修ATM的 以后你叫ATM 你这个 从事房地产了 我以后叫你地产大 那一个人给跟他 很好啊 一个月就记起来 可是上完课呢 你要什么意思 不是上完课 所以 我们在佛塔会共同的现象 到一段时间以后 人很能忘记 真的很能忘记啊 尤其 像那个 久了 不叫久了 有时候有些人 就是 一段时间没见面以后 他叫什么名字 诶 那个叫谁 那个谁 我们其实很早以前 就有这种现象 苏贞你不用欢迎 我们五六年前就拍摄 哈哈哈哈 我们不用跟你亚装 好了 在这边学一个好处 我们学的是一个生活卦的法 我们这个法可以在什么 可以在课堂上面讲 可以公坦在教室上面讲 我没有讲经典 我没有讲经典 我想说 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在教一些管理的课程 管理的课程是什么 你要管理一个 你要当一个主管 你怎么要当个主管 我开始讲 主管 第一个 你要帮助你旁边的人 你不能当主管 你要当什么 你只能当他的同伴 然后把你所会的 所学的 全部交给他们 他们就会成为你的 电脚石 最近有一句话 讲得很好 老板如果帮 员工挖坑 员工就帮老板挖坑 对不对 这个让我很震撒 原来 千万不要挖坑 别别人跳 你挖坑别别人跳 人家至少就挖井回棒 没有挖坑 就很对得起你了 所以我在教他们的时候 在管理的课程 相关的课程 我就跟他们讲 你非要把自己当主管 你是要当老师 你不要教他们 你不会教 我来这边也不是当老师教你们 我是什么 我是跟各位分享 分享我的经验 至于说你们自己用不用 那就看你们了 我不是教哦 我只是分享经验哦 我不能说我教你哦 所以教 我就不容易讲出这个教 因为教有什么 上对下 那我们是平行关系 因为我的经验比你多一点点 我可以分享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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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第一个人 大概五个人 这五个人跟你能力一样强的时候 那这个团队怎么样 就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所以我就常常给自己一个功课 你觉得什么 无风不起浪 世出必有名 守着云开见明月 不管什么事情 他总有明朗的一天 不管你在什么黑夜 你就不要去理他 我这几天也是啊 什么修心养心 还没有啦 老实做人 老实做事 骑摩托车 不要乱闯 自己做老实一点 不要违规 先把自己做好 当老师 好好的讲课 人家讲十分钟 你就讲二十分钟 你要比别人努力 对不对 那 人家讲不 人家老实讲一次不懂 你就讲十次给他听 比别人更老实的做人 更老实的做事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不要说 一天到晚都 你要休息了 你要讲到啦 我这几天就只看到 我上香 你功德香 我昨天一天都在家里 也没有出去 有什么功德可言 我在那边一直在纳闷 你知道 有什么功德 晚上又上香 晚上又上香 又功德香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怎么在想 原来我们的信念很重要 心念之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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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一个功德 其实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那个什么 那个气呢 可以影响到你周围的东西 所以那个念非常重要 刚才书生有讲 念 我们提到是心念不空过 对不对 心念不空过 慢慢的就把你们念 其实念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常常念想 就会 一歪的 那琴王特一 咦呼 就雷斩 那个非常的可怕 念一出去 趕快拉回来 以前我们唸出去的时候 很生气 最早的时候 生个一两天的气 很厉害 再慢慢的 跟母娘说 以后 念一二十 念十分钟 念五分钟 念出去 搞回来 出去回来 出去回来 那个念 欸 错了 趕快把它抓回来 我还来得及 心念是可以抓回来 不是说出去就没有了 当我们心念一发出去 刚才把他抓回来 不对了 我就像俗正讲 那个心念 如果你错了心念一出去 哒 那个多疼引荡 全部坏的心念都来了 我会出去 挖回来 抓回来 有一些会更为了 阿弥陀佛 欸 请妹妹 现在没事了 不开会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所以呢 心念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跟母娘学了一个心法 就是 你本身是一个 不该妙 那我们生 如果是心念 都是很好 然后跟母娘 学了一些 讲道的技巧以后 我们本身就是一座庙 我这座庙 不要让 搬到学校里面 没有能发觉 我在 我们在 学校里面 讲什么 讲生活法 其实它是活法 这一个字 都是用佛法的 而来的 他们听得进去 也没有能反对 因为我们没有在讲宗教 我们没有在传道 偶尔讲讲耶稣的故事 偶尔讲讲佛经里面的故事 我都讲故事 故事跟大家分享 所以觉得还算蛮快乐的 在二十年前 母娘讲了一句话说 你很适合当老师 我都想说 母娘 你到底在讲什么 想不到母娘的 母娘讲的话 二十字后 禁言 从那时候开始 我觉得母娘的话 不可轻视 她现在讲了一句话 但是什么时候 会应验 母娘讲的话 就是一个真 母娘讲的话 都是真 一定会实现的 但是 你有没有去走 怎么会走 所以跟母娘 谈话的时候 你要特别进行 母娘有时候 都会给你一些小小的玄机 你到底有没有掌握住 到底有没有掌握住 因为这一路来 我自己也不相信 啊 怎么过那个点 因为我在 读措施的时候 是很挣扎 非常挣扎 有一个门槛在那边 但是 所以还是感性母娘 这一拖拖拉串 终于过了那个门槛 所以 我觉得 目前 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 我觉得 母娘给我一个路 就是 从教育 因为我们现在讲道 没有人要听 讲佛 嗯 修行 你自己去吧 嗯 没有人要听 对不对 那我在学校里面讲课 来 演名演名演名 没到 旷课 没到 旷课 他们就必须 要拿钱 讲给他 拿钱来脱口 还要传他们一些善话 舒子姿势 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 各位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信心 母娘这边 绝对不会让你控锁 而且你看 我最近看了一个 也是在康熙的时候 那个大清总督余成龙 我看了他的故事 余成龙是45岁 才开始当支箭 45岁才当官 对不对 你四岁 我还没有45岁 对呀 还有大有可 对不对 人家45岁才开始当官 当到什么 当到两张总督 对不对 交到68岁 坐在什么 坐在大厂上面 就这样死了 坐在那边 累死在上面 你看 你要坐到 没有一天的 让自己松切破 所以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我们不管 我觉得 不管我们时间有多惨 老天怎么安排 其实我们的东西一直在变化 譬如说 常常他们会听来 跟他们讲说 你领了什么令 嗯 什么令 我只知道我在上课 每次要从研究所 还要回博士 博士后 还要博士研究 被能讲师 被能助理教授 还被能副教授 还被能教授 还特并教授 特并教授 以后还要讲座 那我不知道 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讲 所以说 你跟我说什么令 不知道 没有令 因为根据你自己的能力 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你的心愿越大 那你就可以做到越多的事情 不要把自己限缩 我是领了什么执行 领了什么令 不要把自己限缩住 那时候 那个母娘跟我讲说 你要用自己的心去做事 不是说人家给你一个什么指令 给你一个什么指令 就像 那个指令就叫什么 就像人家给你一个提示 那你被这个公司招聘了 对不对 你要去他们公司上班 那你要不要 你要哦 我这个自由业多轻松啊 对不对 走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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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给我们限制 没有啊 自由自在 而且非常的广阔 所以恭喜各位 这边真的是一个很平常的 希望你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好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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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来 来 我们先走了 好 我们要扛回去 好 对 我往上看 往上紧缘 好 好 慢慢走 对 还慢一点 谢谢 谢谢 差点 好 好 谢谢 谢谢 謝謝 早安 早安 我們不把他們的教育公共的就位成員 早安 你們的苦涼 祝福福山 各位各把恩公還有我們幸福友 剛剛那個 我們宗教授講說接令 那我在想 教育 教化你 接令 我接 昨天找到一個 中情勳章的令 中情勳章 這是我們的軍人 這個我們做了24年 真的不容易 到加整考級要幾個 好不容易 就十年要 連續六個 六個加 要連續哦 斷斷續續還不行 對 不容易 不容易得到 這個 我們24年得了一個 所以叫中令 因為剛好昨天在戴神邊 之前跟了母娘去法會場 99年出巡 我也有一個 就帶了這個 我娘也有 我們林教官有 就當教官大概24年 會有一個 有人是 就是他的命比較好 他連續可以拿到假 像我們這個衛官假不可能 對 都是叫校級以上 那都說長官辛苦了 講給他 下面衛官都是椅啊 鴨子啊 所以說我這個之前沒有 都是當校級以後啊 然後到到教官 才有這個假 所以才可以拿到一個 對 這個都可以換錢 然後換 換我們那個 可以存優惠 18% 但是馬上沒有了 所以說我們講這個中啊 我就想說很重要啊 中就是說 我們對任何一個 像我們對母娘 中 對 中效 中效 很重要 我們觀哲帝君 你看 當那些玉皇大帝 對不對 中啊 所以你只要抓到一個 好好跟隨著走 所以說我在佛堂裡面啊 說實在 我不在外面走 因為我找到母娘了 我到外面去幹嘛 對不對 我就說什麼 聽母娘的 追隨母娘 所以說 現在就是 不要 你笑啊 跟母娘啊 母娘啊 把好的都給我們了 那苦啊 母娘都在 在 在裡面在消化 所以說 真的 快樂都帶給我們了 就像王師姐 在影片上面 看了四年 每天看的都發起充滿的 我一看 說在 不光是你 來我們佛堂的 像是什麼 新加坡的馮大姐啊 像那個我們日本的 那個 視野 他們都是結緣 一直看的 就是怕你不看 我們這個 所以說今天啊 看 看這個 這個我們的Youtube 影片的話 有福了 為了監禁你們的信息 因為在我們國堂啊 母娘開辦法會啊 說實在的 真是非常非常殊勝 天地震撼 像我們本身啊 從壘士百千萬劫啊 你看 壘士就造了多少業啊 如果說不好的話 一個戰爭下來 你當個統領下錯令 你看 這個死了上百萬人 那這個戰算誰的 算你指揮的咧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了解 沒想到就是在我這個法會裡面 點點滴滴啊 我在修練啊 無量的懺悔 我真的是曉得我無量的懺悔啊 像我們常常很念經的話 他說 我無量懺悔 向十方法界懺悔 但是都是口頭上的咧 但你真的知道你 真的懺悔在哪里嗎 像我們這一點異地 點點滴滴都在懺悔 瞭解了真實意 說在根本母娘這 瞭解了真實意 真正實的啊 要戒慎恐懼的 不要走錯 像我們跟著母娘以後 你看 戶法每個都好耶 像 俗生 先生啊 又變公務人員 都好 有個個老的靠山 我們那個 宗教授現在當教授了 你看 真的 你只要說跟著走 屠殺 開會 絕對幫你安排很好 假如你不來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第一個 我們的恩公 他都會 饒恕你 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業啊 是供業的情況非常多耶 就是你沒有去把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業 因果 如果說沒有緩完之後啊 這個人死了 接著下一個可能就輪到你了 因為我們以前 不了解的人 永遠都不了解 但是在我們佛堂中見證 幽兔為正 每個每個都是一個案 一個案 也要感謝我們父生的 每個都把這個案子啊 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你知道嗎 我們辦完之後 真的後面啊都改變了 像我們的病苦啊都都都好 那我現在啊 我就說 我也不了解 我說 我爸爸92年走了嘛 就血癌走了嘛 我想說 血癌走了 那我們也有辦真名符啊 什麼的啊 92年啊 今年107年啊 你看 多快啊 106年啊 多快啊 轉眼都14年了 突然今天就想到 我們4月啊 4月我們都要掃墓嘛 我說 我們掃墓 剛才就 我都做幫爸爸辦法會嘛 回向嘛 就真名符法會啊 沒想到 一辦的時候啊 哎呀竟然是我爸爸血癌的案子 你看 死了10幾年啊 14年啊 血癌的案子還在耶 所以說你 所以你不要講說 你爸 說我們祖先啊 在地府受刑啊 說我做了那麼多功德啊 對恩公來講 我們這一點點而已 他不要你的錢 你殺我 殺我什麼 我就 逃你什麼 你砍我手 我就要你隻手 也不要多 但是我們受得了嗎 所以我這個做 脊椎骨刺啊 去坐了附近 看到 哇 人生苦海 斷手斷腳在那邊拉拉 我在想 哎呦 我在痛一些 我在說痛而已 還沒殘廢耶 所以有時候真正來講 不要怨 不要恨 只能就是說 趕快的努力的 把我們現在 不知道如何做的 要做好 改善 然後經濟 怎麼這樣子 不然的話 天天越遠了 你還是要過明天啊 你們想看我的岳母 我岳母很虔誠的基督教徒 結果怎麼樣 我禮拜六去看他 他禮拜天一早就中風了 就變成植物了 要一個晚上耶 順天的 所以你們曉得 所以我以前每時候很趕 我每時候早上起來都好感激 哇 今天彩色的日子又來了 又有奇蹟了 為什麼 醒了 我能醒耶 所以你在看這影片 你們看看 你們擔不擔心 你們明天醒不來吧 真的 醒不來的話 你們做什麼 所以說 我剛剛就把王師傑他願意 願意趕快調解 其實你知道嗎 我發這個心 幫祖先 祖先的靈啊 先解脫抄把 還一還的話 你知道嗎 可能下一個可能就是你耶 我們那個淑貞他沒有講 他那個姐夫的案子 結果變成下一個就輪到他 他還軟病 現在你看 五十幾歲了 五十歲了 沒有啊 四十四 四十四 所以說你剛剛 剛剛那個唐主 唐主還想 還笑 我都應該 在我的腦海裡面 我也覺得他 他火了很久了 你還好想啊 你真的 真的啊 你嫌我活太久了 那我是說你啊 要活足業 因為說實在 真的 你就是不會講話 你是造口業 可是我們在分享見證 對不對 分享見證 說 他是這樣子的命 後來都是因為他一直奉獻奉獻 奉獻以後 本來是短命無恥 結果怎麼樣 一舉得死 七年齁 七年齁 一舉得死 馬上得了一個兒子 七年才生一個孩子 就成了一個兒子 一舉得死 我們講五指登科 他一舉就得了 對啊 然後老公 本來是那個私人的嘛 辛苦的苦力的 家族的家累的 家累的 但是馬上公務人員 你看 就國家保障 不過這個有時候很難講 你看現在 我們這個中文鳳 也沒保障 他們現在都是老保 沒有公保 他老保 老保 但是我就想了一個中嘛 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個拿了中情勳章 我們這個奉獻二十四年 我本來想 哎呀很安陽晚年對不對 那現在啊 就為了我們這個百分十八 然後又砍了我們一半 我想說 哎呀 現在這個領袖 怎麼這樣對我們嘛 對不對 難怪拿抗議 大家在抗議 你很多事情不能追溯咧 對不對 你答應你的事情 我怎麼能追溯之前呢 對 應該就從現在開始 所以百分之十八是從八十四年之後 就沒有人 優惠就沒有人 那有很多人 你有優惠 唉 那你有沒有人說 哎呀 那像李嘉誠那麼多錢 他把他追 追討 不能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在想說中 我們對一個叫中 中就叫講信 中信嘛 要信用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 哎呀 這個中情 沒用了 二十四年也是白 麻糊 被人家追 追著 說哎 你們又怎麼樣怎麼樣 我在想說 我們很 真的是 不能生病 然後準時上班 這樣子 萬一有戰爭的話 所以說 你們想到 這也是個危險的行業 所以拿去說 哎呀軍能跟公務人員不一樣 到最後 現在決議馬上開 要把軍能 營養跟公教一樣 那你看 所以拿去抗爭嘛 所以有時候 講歸講 再說一次說一套 但是他們對自己很好 對 就是選票 選票造成的嘛 所以有很多人說 啊我就說 你當時 為什麼不出來投票啊 對不對 你就到醫院 我是很冷 我是有投票 我是有投票 就是中 所以說母娘啊 有遠見 當時她是為了 幫我們一個同修 賣林烏塔 所以說幫了同修 他們當時買了八個林烏塔 那後來前陣子 母娘就說 就打電話給我講 那四個林烏塔 他們家嘛 四個人嘛 他說還有四個啊 他說誰先報名啊 我追隨母娘 我先報名 第五個 記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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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母娘 追隨母娘 以前五百都要海葬 既然母娘開口 當然叫了 四身 四身 追隨母娘 幾乎為準 還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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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我就覺得 那個 有些事情啊 就是 我個人啊 個人的個性啊 就是說 對的我就會 這樣努力 折散故事 我就會繼續做下去 所以說 有很多人說 哎 你那個影片啊 說能不能打字啊 我說哎呦 我說謝謝你 每一片 我們八百多部影片 我打字 那我就我一個人 對不起 所以說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說 希望你更好 哇 我是說 能夠做出來 你先看一看吧 到後面的人 如果說 能夠再幫忙的話 那就 當然是 要人力啦 打字 我不曉得 要打多久 我還沒打過 我曉得 我打電腦啊 打了幾分鐘 眼睛就花了 現在腦花也很嚴重 沒有辦法 所以我給 如果你看到的話 請原諒 還有說 裡面很多人都要求人家 現在很多影片都有打字啊 嗯 那都是專業的 我們現在 我們是小的 但是我跟你講 雖然是小道場 但是 千萬 諸佛在追隨 母娘 這個的話 就是 你們自己要去感應 那我現在給你們 有點信心 就是說 一定要好好的修 然後 然後 我們講嘛 日常生活中 家和萬事心 把這個家要照顧好 因為怎麼你家一不好的話 你什麼 都很難走出去 剛剛那個唐主也也是啊 我在想說他家 一個小孩就把他搞死了 你剛剛你看 你看看那個小孩 唉 他也不好意思 趕快就離開了 因為他小孩都 他蹦來蹦去的 唉 真是沒有辦法 所以說 我們今生啊 懂得了因果 然後好好的修 如果說 當然說我們是希望不要來世 母娘不來世 我們也希望追隨母娘啊 不要來世 來世是來世很痛苦 但是 這不是你能決定的 那個到言論王第一天要審判的 看你要不要來世 所以說有人說 唉 看到那個人啊 將來這個造業造的 將來可能變成那個區啊 我說 唉 我也不曉得 不過我們說 還好有母娘在這邊指導我們 教我們啊 如果要改 修正 修正方向 真的 母娘是我們的名師 恩師 不敢 真的 雖然是 暫時 暫時 變小困難 但是 以後我們大家啊 在旁邊 請母娘放心 我們啊 忠誠 追隨 讓母娘 無厚物之憂 感恩母娘 感恩 感恩 感謝母娘 感謝恩公 感謝初天心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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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到那個 師兄姐講得非常好 這個 都是口落選和 那剛才有講到一個感恩啊 感恩母娘啊 實際上面啊 其實我們一直講感恩對不對 為什麼要感恩母娘 其實啊 我們都有父母對不對 那 父母是後天的 母娘是先天的 他是視靈性給我們的 那再來就是 其實母娘比我們的父母還要重要 我一直確認 因為 母娘 父母是生我們的肉體而已 但是母娘是 是我們的靈性 甚至還救我們的靈性 你看 應該講起來啊 我以前在一個道場 他有講 有這個一個話句 他講到 當初我們人啊 來到人間是什麼時候 十六萬年前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就是 這個圓會啦 這個圓會開始 升天升地 在升人的時候 那個時候 母娘和 最早期的 下來的那個靈 在山山坡 分別 但是 那個時候 母娘有一個 有講出來 到的時間 再接你們回來 那個時候有這樣子 跟 那個時候的 可能不是我啦 可能那個時候 在下來人間的那些 那個靈 那個靈 可能喔 怎麼講的 因為是在 那個時候的靈是 先天靈 所以說 她來去治療 沒有污染 之後落入後天 照了業 所以說 另外一年 我們都回不去了 所以說 在這個時候 母娘再下來 實際上面 是要接我們回去 但是母娘 接我們回去 她有講啊 就是 那個時候我們所知道的 我們一定要脫胎換老 就是把我們的業力 全部要放掉 要消掉 才能夠回天 要脫胎換老 那 其實我們現在 在白羊末了 現在是收緣 母娘再下來 要接我們回去 但實際上面 我們還有一個 除了要脫胎換老 還有 我們要想呢 在這個收緣期 她要怎麼修煉 實際上母娘 都已經跟我們吃點了 她有講到就是 改毛病 去皮器而已 其實很簡單 非常簡單 但是很難做到 是最難做到 因為我們六萬年的皮器毛病 都已經養成習性了 要改掉 不是一天兩天能夠改 所以說 我們只有一絲實實解涕 母娘 跟我們講了她的一個回天的方針 母娘只是指回天方針 實際上面在做的過程 是我們在做 所以說 剛才師兄姐有講到 夜律師自己造的 實際上面 其實我們講夜 也可以講烏日 也可以講坑洞 看起來要坑洞 實際上面 這條回天的路 其實坑洞是蠻多的 就是考驗 你要自己去填補這個洞 要把它鋪平才能轉過去 就是一直考驗 那個時候有提到的 概規努平 考到你真正的斷氣的時候 才能夠能能證明 你能夠回天而已 所以說 我們真的是 大家兄弟姐妹要團結 很努力 那再來就是 兩年前的今天 11月19 我是第一次來到遠童寶臺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 兩個年紀念 希望能夠持續下去 對不對 這個不能退到 跟教白有講 其實我們講的一個字 忠 對上天的忠 還有孝 這個忠孝 兩全一定要做到 以前是講 忠孝不能兩全 現在就是一定要做到 母娘講的話 我們都很 後來都很注意的在聽 他有時候 母娘剛才有講到 他 祝然講了一句話 你要特別要注意 注意聽 裡面的含義 但是不能 偏差掉他的含義 要抓得很準 有時候不懂 也會請示母娘 什麼意思 有時候夢中啊 夢考 好 那就是 還有就是 我最近 坐在車上 一直在聽這個 遼命龜牌 一直在聽 我上半也聽 我下半也聽 其實上面都講得很清楚 就講了其實 我們在先天下來 到了後天 造的業要怎麼消 那上面其實講得很清楚 要怎麼消 要怎麼緩揮 我們的無疾天 要怎麼去行功利得 因為回天一定要功德 對不對 除了消業 也是要建立功德 但是我們不是執著功德啦 這個功德不是在那邊記下來 實際上面就是 無心無為的奉獻而已 實際上 那後學一直在看這個 真的 都在思考裡面的含義 都在思考 實際上面 這裡面有講到一個 比方講我舉個例子 前浪後推去渺茫 那後學的想法就是 前浪後推 其實浪 跟烏雲其實都是一樣 他的業 他一直會來 那 但是你沒有方向 就是非常會渺茫 不知道方向 修道的方向 會被業牽引到 所以說要 我剛後學的提到 就是 要了解 為何要修道 修道目的其實就在消業 對不對 其實就在消業而已 那實際上 有一個方針呢 對不對 我們渺茫就不會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 在這一世我們已經找到母娘了 實際上面找到母娘是非常難的 很多修行者都還沒有找到母娘 他也沒有 即使他遲到 他也不會 來這個 來這個面母娘 實際上面我過去再一貫道 實際上一貫道 一直再提的就是無極老母 但是無極老母 我是來到圓童寶廊才知道 無極老母其實就是 那個搖齒經 因為我們在第一期的 第一期叫櫻桃會 第二期是攤桃會 第三期這上面講的就是龍華會 我們好好修其實就是要赴龍華 赴龍華 他這邊也有提到就是 歸位只有勤積德 真的我們要歸位 就是實際上面 我們當初從無極界下來 其實我們再回去就是回歸本位 要回到我們的本位去而已 所以說沒有什麼所得 不是要求取 我要修到大風 回歸本位 就是要勤積德 就是要先先佛流講到三千封八百尼 要達到這種條件 那這邊再有提到的就是 盤修玉露正經仙 在這一盤 你要修 我們講的玉露 實際上面就是那個露水很少對不對 很少你能夠激起來 那其實就是我們的功德是一點一滴激起來 功德要一點一點激 那你才能夠正到金仙 正到金仙就是大國金仙了 那其實就是已經正到果位了 那實際上面我們在做人的時候 一直要做這種服務的工作 那剛才是又提到我們的考驗很多對不對 實際上面後學也有考驗蠻多的 那在我們是做社區服務嘛 現在做那個社區的服務 其實你再很誠心在做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的毀謀 因為能太多了 太多服務了 有的是我曾經做過 現在是一百步了 以前做過一千步 你就知道那個口舌有多少 對 那現在一百步也是啊 因為剛成立大家都會 懷疑這懷疑那 這個就已經造成那個風風雨雨了 實際上面 那實際上面你就要靜下心來 其實就是靜下心來齁 不要去隨波 所以說這個 這個很快就過關了 如果我們也進去 這個意識變國 可能就這種意識沒完沒了 這個其實也是 對我來講是蠻大的一個 就是在你生活上面 就會有一些很多的考程 那也是看我們 是不是能夠用智慧去化解 當你平息的時候 這個考官就平息了 就已經平了 就會過 幾乎都過關了 那母娘這邊 姚明歸盤 其實應該就是 應該講的就是一個方針啊 修道的方針 它其實真裡面的含義 其實就是一個 這邊有提到 盤中廟地戲推響 其實裡面都講得很清楚了 來龍去脈齁 都講得很清楚 實際上面我們要智慧 慢慢的去推響 就是去了解裡面的含義在哪 實際上面這個 講起來 你說它很深是很深 其實你用心推 母娘實際上的意思 要讓每一個修子 都能夠懂到這個 姚明歸盤 它真正的海門 這邊有提到的 姚洲破浪海天昏 命子流星附現輪 實際上面 這邊提到的海天昏 其實就是業力 一直來一波一波的來 會干擾 因為這個業力就是我們自己造 那這個會主導我們的修程 修行的那個過程 那 那命子流星附現輪 就是不要被這些干擾到 退到 一退到可能就失去 亂聯了 就沒機會了 再回天了 所以說這個是給我們 也是很大的一個信心 其實也是一個警惕啦 所以說我也希望借了這個 能夠讓我們一貫道的道場 還有老前人能夠了解 應該勇敢的能夠來見母娘 這是內心的肺腑之言 因為我們修到修了半天 如果我們這一次 如果真的沒有來見母娘 那回天要怎麼去見 因為在人間都不想見 都是有可能個人的執著 不想不願意見 那實際上面回天呢 你要怎麼去見母娘 那個就是汗炎 對不對 有機會不見 沒有機會了才叫搶劍 那實際上面的機會非常渺茫 所以說後學是小小的體物啊 這上面其實還有蠻多的 蠻多的 那後學也是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 實際上面 因為大家都是我的錢錢 在這邊搬門弄 其實以前可能母娘都有開示 有開示 只是我們後期 你知道沒有這種福分 沒有這種福分 可以聽到母娘的一個開示 那今天或許就跟大家分享在這裡 好 謝謝 沒有問題 謝謝